我們有Stanley 你可以先介紹一下自己 好 各位 大家好 我叫Stanley 我現在是在政府醫院裏做執政室的醫生 其實我在2004年開始加入無國界醫生 分別去過緬甸和蘇丹 2004年都好像很久以前的事 當時為何會有這樣的決定加入MSF 其實不是2004年決定 都是在讀書的時候決定 讀醫科生的時候決定 讀書的時候發覺到 其實有很多地方是更缺乏醫生 如果可以用一些自己的時間 可能幾年的時間去幫助一些有需要的人 其實都是一些很開心的事 當時你決定了你要加入無國界醫生的時候 你的家人或者你的朋友 會否覺得你去非修工作 你會否去一些很遠很危險的地方 你會否覺得你會在香港和蘇丹呢 又不是很特別 又沒有什麼 可能從小到大 我都是一個比較外向的人 都較為獨立 所以家人對於我去非洲 去緬甸 一些比較危險的地方 都沒有表現很擔心 當然很多人都很擔心 但是沒有反對 因為讀書的時候也跟父母說過 他們都明白會支持 看來你計劃了很久要加入無國界醫生 當中其實你需要什麼訓練 令到你能夠去到前線工作呢 其實我們起碼有兩年的專業經驗 專業工作經驗 所以要做醫生起碼有兩年 還有要去上一些 Tropical Medicine的班 因為在香港讀醫的話 其實很少接觸一些 比較落後的地方的疾病 例如藥疾等等 所以我們會特別去讀一些課程 是 那當你真的知道了 你要去前線工作的時候 那一刻的心情是怎樣呢 你還記不記得那時是 我們打電話通知你 還是E-mail 那時是電話通知 那時E-mail 也有 但是是電話通知多 是電話通知的 那時一開始聽到 其實都是害怕的 害怕是因為預備沒有打算 怎樣說呢 你想做一件事 那你現在突然說 你真的要去 那會開始擔心 自己能否做得來呢 是否真的幫到人呢 還是去到一個 變成其他的partner 或者一個負擔呢 都會有這些考慮 那當你 因為可能你家人 都一直知道 你是有這個志願 去前線工作 那當他們真的聽到 我現在要出發了 去前線了 你第一次應該是去緬甸的 那去緬甸的時候 他們怎樣想呢 他們會不會覺得 緬甸是怎樣的 當地的情況 都其實他們 都會問 還有他們都會看書 問我 跟我說 可能有些安慰我 其實都安全的 都可能 她 我媽媽的時候 見到好像這些日子 都快到要出 Feel 的時候 就是要出 Admission 的時候 那一開始都擔心 到後期 就真的很支持 反而 開戴回家 我不用擔心 做得來的 都變成 最後媽媽就很支持 是 那我知道你第二次去出 救援任務的時候 就去了以前的蘇丹 就是現在的南蘇丹 的皮薄爾 那相對緬甸來說 就遠了很多 由亞洲又去了非洲 那當時你知道 要自己 我真的去到這麼遠的地方 去工作的時候 有沒有些擔心呢 有啊 第一件事 就是環境完全不同了 以相比緬甸和蘇丹來說 兩個環境是完全不同的 那就 南蘇丹我去的時候 都還是一個很落後的地方 可以說是一個 很少接觸聞名的地方 而我去那個地方 我們MSF 去那個地方 就 多數只有我們自己在那裡 就不會有其他團體去到 或者會願意去的地方 所以都 其實都心裏面有些壓力的 因為非洲又有很多的疾病 對自己健康 都有點擔憂 那你家人會怎樣想呢 因為突然間這麼緣和 他們會不會都說 你又要打那麼多防疫注射 又要做那麼多準備工作 會不會叫你 不如你不要去吧阿仔 都沒有了 第一次他們經歷了第一次之後 第二次去非洲 第二次去蘇丹 他們都比較接受 其實都 因為都證明到給他們看 我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勝任到這份工作 都跟家人講 關於緬甸當年的情況 他們的故事 他們都覺得 都有意義 他們都覺得支持 多於支持 我們繼續Stanley的分享 之前跟大家講一講 大家看到你們的 Window的下面 和側面 其實有一個 大家可以留言 大家在留言 可以問一問Stanley的問題 我們看到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會 給Stanley回答大家的問題 是的 好 我們可以繼續 我們講一下 你在南蘇丹的時候 那個救援有沒有 好 其實因為你可能 在亞洲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覺得 是習慣到 但是當你去到 南蘇丹的時候 真的在皮薄爾下飛機那一下 其實有什麼感覺呢 嘩 嚇一跳 第一件事 搭飛機下飛機的時候 還很記得 下面沒有機場 沒有一條跑道 是一個石屎整的跑道都沒有 是一個泥地 泥地的話 是真的這樣 就降落在泥地上面 其實心裡都有一些 發覺 嘩 這是我接下來要生活的地方 都在飛機上看到 嘩 附近全部都是 只有森林 草叢 沒有大廈 沒有一些建築 其實都很 很緊張 那當時你是自己一個 在飛機上 還是有其他 都是香港的救援人員 一起 自己一個 如果來自香港 就是 去那程飛機上面 都是只有一個 是的 下到飛機就很多人歡迎 當然 當地的天人 為何會有這麼多人不歡迎你呢 因為 在那裏 我們就是 MSF 我們有大約 外 外籍人士大約十個左右 每一個新人去到 本身在那地方工作 其他工作人員 救援人員都會很開心 因為見到一些新的面孔 或者一些新的外界消息 是告訴他們 我去那時候 2006年 都沒有 我去那時候 沒有網絡 在當地 其實他們對外面的資訊 都很頻繁 所以帶到任何的世界 有趣的新聞 都很有興趣 所以很開心 有人來 你在當地 都有做了 差不多半年的時間 工作 是的 你當中有沒有一些 令你印象很深刻的病人 或者在當地的一些感受 印象深刻有 好 嗯 其中一個就是一個 雙胞胎的 有一天 我們在基地那裏 你要想像那裏 一個好像郊 郊外 甚麼都沒有 幾個營地 我們只有營地 還有露營那些營地住 六個月 有一天我們收到電話說 來我們大約三四個小時 船程的地方 有個女士來到說 捧著BB 還有一個寶寶在桌面 生不出 另一個村子 是難產的 我們當時就決定了 去不去呢 聽說難產了 都三天 去到成功救回小朋友的機會 其實很小 為甚麼他們會難產三天 都還在家裏 沒有去求醫的呢 因為那裏其實一個 其實二十年 我們去那裏之前二十年 都沒有醫生 是一個醫生 或者是沒有醫生 當地傳統的醫療 都沒有 當地有些傳統的 有些傳統的婦女 會幫人接生 但他們對藥物那邊 就沒有任何的知識 他們接生 只是一些很送產的 他們就可以了 但一些有些困難的產情 他們就要找回 需要醫生 如果我們不在這裏 其實很多人都是這樣 可能就過身 或者一些不幸發生 對 那個嬰兒就說去到 我們就決定了 去救他 我們就找到一架 那些快艇 要搭乘兩三個小時 去到最後 都救到那個難產的嬰兒 真的很奇蹟 因為我都聽你分享過 其實當地的很多嬰兒 或者小朋友 都會有燒傷的個案 其實為何他們當地會有 這麼容易燒傷的小朋友 因為我在香港的時候 這些小朋友 大家家長都會很保護他們 應該都很少有機會燒傷的 其實那裏 大部份的父母 都要出去外面工作 那些嬰兒 就算只有幾個月 都放在他們自己的地上 用樹枝搭一間房子 放在地上就算了 很多時候有其他的附近的鄰居 有時候 關火煮食的時候 用幾個樹枝起火 寶寶不覺醒的時候 有些要滾過去 其實那裏有很多燒傷的個案 那你有沒有曾經遇過一些 令你特別深刻的燒傷的個案 深刻就是有一個 只有六個月大 來到的時候 因為他媽媽幫他包著 看不到他的身體的下半身是怎樣 那其實就 一開始接到他 打開發布看到 由肚臍對下 雙腳的全部都已經是三度燒傷 是最嚴重的燒傷 但我寶寶很聰明的 好精靈 還懂得和你笑 那樣 那就帶到寶寶 到最後 都是我決定送他去第二 再將他用飛機送他去 第二間MSF的醫院那裏 希望手術幫到他 但最後都是很不幸 寶寶也是離開了人生 是不是他因為太遲來到我們的診所 還是情況已經看不到 一來遲 二來其實 情況是很嚴重 那我都聽你說 其實當地 現在有很多個小朋友 其實都是叫Stanley 為什麼當地有這麼多小朋友 叫Stanley 有一個傳統的 只要我幫他們接生的話 他們就很喜歡 拿我們一些 外來的人的名字 來幫他們寶寶命名 所以除了很多Stanley 也有很多 我太太的名字 Michelle Stanley和Michelle 都很多個在那裏 有一次我臨走之前 有個幾個月大寶寶 來看回我們 他的名字叫Stanley 那我才認回 咦 和我媽媽說 才發覺原來幾個月前 就在我們這裏出生 那個病人叫Stanley 醫生又叫Stanley 很有趣的感覺 你多到連你的小朋友 是Stanley 你都不能認得 忘記了 已經太多了 我知道你最近 接受了一個新的挑戰 在MSF裏面 成為了我們在亞洲地區的緊急救援項目 是後命的 那其實這些工作是要做些什麼的呢 其實就是主要應對 如果萬一亞洲區 有任何的突發災難 我們都希望可以快一些 去到當地評估 還有給一些等級的救援 給當地需要的人 因為我們這個項目的基地 就設在亞洲這裏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的反應 是快一些 那為什麼我們是 要評估呢 我們為什麼不可以 一次派很多的救援人員去 就去處理 為什麼我們還要花點時間 花點工夫 去做評估的工作呢 因為評估其實很重要的 你不知道當地實際上 是需要些什麼的物料啊 資源啊 還有什麼的人啊 這樣 例如這樣 你萬一給一些很多的物料 他們是不要的時候 你會造成浪費 當地都不知道怎樣處理那些物料 譬如說那裏根本就是夏天來的 都有地震 有些人就送被子 送很多被子 去到沒有用的那些被子 其實還去做一些廢物 所以一定要做一個好的評估 是的 我想評估這方面的工作 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 因為除了我們派資源人員出去的時候 我們需要是 看看當地的情況 另外就是我們的物資 還有另外我們用多少捐款 我們都是要計算很清楚的 這個緊急救援 說明緊急的 可能是真的隨時會發生的 就是因為你天災人員 那些是控制不到的 是的 那你覺得你怎麼可以安排到時間呢 因為你有自己的正職 又有自己的家庭 那突然間我們打給你 就說要去啦 那你覺得怎麼可以安排到 你又應不應付得到呢 家庭方面 我參加這個項目之前 都已經跟我太太和我的兒子 講得很清楚了 萬一發生了一些不幸 有天災 在亞洲區需要到我 如果可以幫到手 其實是一個很開心的事 所以都很支持 至於工作方面 那當然是有些難度 大家都知道香港 都有些輿論說 醫生人手未必足夠 但是我相信 都是可以有辦法安排到人手的 和同事看看 如何配合一些時間上班 那在目前來說 你有否接受過任何的訓練 或者 有沒有什麼經驗 去處理這些緊急事故呢 都有的 如果參加一個 等級教股項目的話 我們需要上一些課程 之前在菲律賓都上了一些關於課程 那你現在應該都準備就緒了 是否哪裏有問題都可以馬上出發 那當然 哈哈 好帥 好了 我想很多朋友 其實除了知道你的分享 或者知道你現在的工作之外 其實都很想知道 究竟如果他們有興趣參加我們救援工作的時候 他們應該要怎樣做呢 那 那 分開一些 健康員 或者非 一些不健康員 那 如果是一些醫生 護士 醫療人員的話 那 其實他們最基本 有兩年專業的經驗在那裏 就是法文 因為如果懂得法文的話 可以 很多MSF的項目 都是一些死費 那些地方都是講法文的 那其實懂法文是一個優點 是的 還有最好就是多一點 對於這個世界的了解 因為我們其實平時在網上 經常都收到一些朋友 特別是醫科學生的提問 他們都很想知道 喂 我要怎樣去裝備自己 我要去讀 我要去怎樣去 才可以更加去 準備到自己去應付這個救援工作呢 那你有什麼建議給我們 特別是醫科的學生呢 醫科生啊 我當年都是醫科生的時候 想做MSF的 我當年又沒有上網問的 可以自己去 其實網上現在都很多很清楚 講了我們的requirements是什麼 還有如果他們有去過 其他地三四個國家的 一些經驗都很重要的 是的 那有沒有說 其實是哪一個專業的 醫療人員 我們是比較特別有需要的呢 外科、婦產科 暫時都很需要的 是的 其實科一科都很需要的 沒錯 因為剛才Stanley都說到 其實特別是外科有關的工作 是特別需要的 因為其實我們無國際醫生 有很多的項目 就是一些有衝突的地方進行的 都很需要一些外科的治療 那好啦 那說回到轉頭 其實呢 不是人人都可以 好像你這樣 可能真的能夠親身 到前線的工作 又或者可能他們 因為他們的工作的問題 又或者其實可能 他們是 未必是我們無國際醫生 現在這一刻 我們需要的專業人士來的 那他們又可以怎樣 在自己日常的工作崗位那裡 還是幫到MSF呢 第一件 其實可以 繼續上網了解MSF 去幫忙告訴附近 身邊附近的人 聽MSF在做甚麼 工作的性質是怎樣 我們的中指是甚麼 除了一樣東西之外 都可以 作出的捐款 網上捐款 或者 接下來7月7號 我們有無國際醫生日 希望各位可以 在端一天的人中出來 端給MSF作為我們的 根本人約 是的 可能大家都應該 在網上 或者在地鐵 或者其他地方 都看到我們的宣傳的海報 那大家只要去我們的網站 www.msf.org.hk.msfday 那就可以網上報名參加了 很簡單 就是前一點資料就可以參加 那每位參加的朋友 就會由我和Stanley 掛著這個襟章 那是我們做甚麼的呢 就是讓大家在7月7號的時候 掛在心裡 告訴你身邊的人 你是在幫助 我們和我們的救援人員一起 是在前線救助相困的 那好了 那我們到最後了 Stanley 你覺得 你接下來的工作會怎樣呢 會不會是繼續 參與多些我們的救援工作呢 會 肯定會 就是 參加過之後 發覺到 是 可以幫到 可以去到當地 幫到 當地人 其實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來的 那其實會是 令到自己都開心的 那 會繼續參加 好 多謝Stanley 那我們今天的訪問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我們接下來 將會有更多的自願人員 上來和我們一起分享的 大家請密切留意我們的直播 拜拜